4.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32451亿元 比上年增长3.1% 1.铁路 全年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8029亿元 2.公路水路 1.公路 全年完成公路建设投资 21895亿元 比上年增长2.6% 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11504亿元 增长15.4% 普通国省道建设完成投资 4924亿元 下降10.3% 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4663亿元 下降6.5% 2.水路 全年完成水印建设投资 1137亿元 比上年下降4.4% 其中内核建设完成投资 614亿元 下降2.3% 沿海建设完成投资 524亿元 下降6.8% 3.公路水路 其他 全年完成公路水路支持系统 及其他建设投资 420亿元 年完成民航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969.4亿元 比上年增长13% 5.生产安全 全年未发生特别重大 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铁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比上年下降8.1% 全年共发生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故 137件 下降27.5% 死亡失踪155人 下降34.6% 沉船46艘 下降44.6% 全国各级海上搜救中心 共组织协调搜救行动1922次 在我国搜救责任区内 成功搜救1270艘中外遇险船舶 13875名中外遇险人员 搜救成功率96.3% 公路水陆交通运输建设领域 全年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67起 比上年增长59.5% 死亡110人 增长71.9% 其中重大事故1起 死亡12人 未发生特大事故 6.能源消耗 全年共监测 公路水陆运输企业123家 监测的城市公共企业 每万人次消耗1.5吨标准煤 于上年持平 摆车公里单号 38.1千克标准煤 下降8.6% 路搬线客运企业 每7人公里单号 13.1千克标准煤 下降10.3% 摆车公里单号 26.8千克标准煤 下降7.9% 路专业货运企业 每百吨公里单号 1.7千克标准煤 下降15% 远洋和沿海货运企业 每千吨海里单号 4.8千克标准煤 增长17.1% 港口企业 每万吨单号 2.1吨标准煤 下降8.7% 7.科技与人才队伍建设 全年铁路行业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两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四项 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完成投资17亿余元 年末交通运输行业共有55个行业重点实验室 70个行业研发中心 以及19个协同创新平台 比上年增加三个行业重点实验室 22个行业研发中心 六项科技成果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特等奖一项 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四项 全年获得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265人